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中国内部反习近平势力可以说连连出手 不久前财经网的胡舒立发了一个猪头文来讽刺习近平 最近又有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连连发文挑衅习近平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0月8号中国网站都在热传一份所谓的宝爷家书 这份家书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 写给他的一个内部员工的一份所谓家书 曾宝宝是曾庆红的弟弟叫曾庆怀的女儿 而曾庆红曾庆怀他们都是红二代 他们的父亲曾三是中共最早的一批老党员老革命 曾三在1927年就参加了南昌起义 他后来又担任了江苏省苏外政府主席 还有中央军委新四军峰会委员 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等等 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曾三就立任商业部部长 交通部部长 内务部部长等职 在1972年他在北京病逝 曾三他的兄弟姐妹一共是五男两女 在19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只剩下曾三一个人了 其他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都因为参加共产党 就被国民党处死了 所以毛泽东曾经称赞曾三他们家是满门英烈 曾三的妻子也就是曾庆红的母亲叫邓六金 他也是老革命 1929年就参加红军 他在1934年还参加了红军长征 他是长征中27名女战士中的一员 在1949年以后邓六金他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曾三和邓六金他们一共有五个子女 有一个是官制国家副主席 另外三个人也都官制少将 曾三和邓六金的长子呢是曾庆红 他是担任中央政议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次子曾庆怀他曾经担任过中国文化部的官员 后来是下海经商的 三子叫曾庆阳 他是在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当部长 他是少将军衔 四子叫曾庆元 他是空军后勤部的副部长 也是少将军衔 长女叫曾海胜 他是总参管理保障部的政委 也是少将军衔 所以曾家这五个子女 除了次子曾庆怀之外 其他人都是从政从军也是典型的红二代家族嘛 那么现在热门话题的曾宝宝 就是曾家唯一下海经商的曾庆怀的女儿 曾庆红作为红二代 他升官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 在1984年就成为上海市市委的秘书长 1986年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 而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 所以曾庆红就是成了江泽民的搭档 一般来说呢 红二代升官到这个省部级 这一官员 这个级别的官员呢 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你从省部级再要往上升的就困难了 所以一般来说啊 红二代这些 他们到了省部级官员这个级别就封顶了 就很难再往上升了 曾庆红在1986年是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 是一个副省级的官员 如果没有江泽民的关系呢 估计曾庆红的官职也就到上海市委副书记就到头了 可是江泽民在1989年64事件之后 突然成为中共总书记 那么江泽民的老大党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 当然也跟着就走运了 很快的曾庆红就被调到中央 先后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至关重要的职务 2002年曾庆红就成为了中央政政局常委 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 中央港澳工作组小组组长 是分管港澳事务 那么因为曾庆红啊 他是先后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些实权非常大的职务 所以他的党羽极多啊 再加上他红二代的身份 所以呢 曾庆红在党内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那么曾庆红作为和习近平一样的红二代 所以在推习近平上台和习近平当权的初期呢 曾庆红都是非常支持习近平的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呢 网上曾经传出一张曾庆红夫妇和习近平夫妇手拉手的照片 那就说明在2017年的时候呢 曾庆红和习近平的关系还是非常好非常密切的 那么现在呢 曾庆红和习近平的关系是急转之下 双方已经反目为仇了 这件事的起因呢 就是曾庆红的之女曾保保 他的公司花样年集团 遭遇了北京银行突然给他们断款断贷 导致呢 一笔在10月4号要到期的2亿美元的债务无法偿还 这就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按道理说呢 这个花样年集团 他还没有到那个资不抵债的破产的地步 他的总资产还是有很多 那么他其实只要用这些他的资产去抵押 向银行借款借2亿美元去还的这个贷款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 更何况花样年集团这个背景呢 是曾庆红家族嘛 这是中国一个不得了的显赫家族 一般的中国银行根本不敢去得罪曾庆红的家族 就是看在曾庆红家族的面子上 他们也会把这2亿美元去借给曾宝宝的 那么现在曾宝宝的花样年居然到了银行不借钱给他们 导致资金锻炼的地步 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了 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曾庆红的之女曾宝宝 他是花样年集团的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曾宝宝在1996年的创办花样年 1998年就进入房地产市场 到2009年11月呢 花样年就在香港上市 曾宝宝就是当时的执行董事和大股东 在当时曾宝宝的这个身家一度达到了700多亿港币 是几身胡润中国大陆女富豪榜的前20位 那么曾宝宝这个花样年集团呢 在中国的房产公司中啊 虽然不是特别大 也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但还是具有相当实力的公司 公司的整体的运行情况也算不错 这当然了和曾宝宝他的特殊身份是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曾宝宝的花样年集团 居然遭到中国银行不借给他们钱 资金链断供 就导致他这个兑现的债务也没有办法兑现 这个背景呢 就是习近平要整曾庆红吧 就要拿曾宝宝的公司来开刀 来整曾庆红 在10月4号花样年集团违约之后呢 曾宝宝在他的微博上就发了一个电影 至暗时刻的剧照 没有任何的说明 他就用图像来表示 中国进入了一个叫至暗时代 在10月6号呢 曾宝宝他的微博就提了一组是三张孙悟空的照片 分别配文是 看我亮招 逢山开路 敢打出火 曾宝宝就用图片的表示 他不怕习近平的打压 而且还表示要和习近平对抗的决心 10月7号 曾宝宝再次发文写道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 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 交给屁股做得最定的那个 其他起嘴巴舌 致谢不虑 新闻 私诚 专注 曾宝宝说那个屁股做得最定的那个呢 意思就是说呢 习近平和曾庆宏的这场斗争当中 就看谁做得最稳 谁笑得最后 曾宝宝就暗示说呢 曾庆宏在党内的地位比习近平做得更稳 做得更定 所以他对这一场斗争是具有信心 他就说呢 新闻私诚专注 在10月8号呢 曾宝宝又故意把一份 就是治花样年全体员工的内部家书又流传到网上 就成为中国网上一个热议的话题 这也是等于把曾庆红和习近平的斗争公之于众 曾宝宝这位写给内部员工的家书啊 写的是十分的嚣张 自称叫做宝爷家书 那么曾宝宝自称是宝爷 是不是要对习近平称爷呢 这里还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内容确实是非常的嚣张 可以看成是曾庆红对习近平的宣战书 曾宝宝的宝爷家书这样写道 9月29日凌晨 公司遭遇黑天鹅事件 标普突然大幅下调公司评级 致使公司境内外融资交叉严重受限 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 第一时间我与公司管理层就此问题成立专项小组 试图以最大努力走出困境 然而问题仍未得到及时解决 致使公司未能在10月4号 如期支付到期美元债 事情来了不逃避 遇到问题去解决 为此无惧 那么首先呢 曾宝宝在他这个宝爷家书中说呢 这次债务违约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就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因为曾宝宝估计也万没想到 中国的银行会突然切断他们公司的资金链 不借钱 就是不给他们借钱了 就导致他这个公司的债务就违约了 这其实就是暗示啊 这次是曾庆宏他们遭到的习近平突然出手 就是要用这个突然用银行来断他们资金链 来试图要搞垮这个曾宝宝的公司 就是这个花样年 然后呢曾宝宝他又说呢 事情来了不逃避 为此无惧 意思就是说 曾庆宏面对习近平对他发起这场诊数啊 他不会逃跑 不会害怕 为此无惧 然后习近平展开正面斗争较量 曾宝宝的宝业家书继续说 没有为各位守好抵御严寒的屏障 对不住 但花样年绝不躺平 这是我和公司管理层的态度 也是每一位花花对业主 对合作伙伴及投资人的承诺 花样年经历23年的发展 见证行业极度起伏 更大的风雨都咬牙度过 靠的就是把巨浪当弄潮的勇气 建山批山的定力 以及风浪冲刷后更加闪光的产品 此为有趣有味有料 花样创造价值 这里曾宝宝说这个抵御严寒 就是说这一次曾庆红没有顶住 习近平的突然袭击 所以他就向曾庆红的支持者表示道歉 表示对不起 曾宝宝又说花样年绝不躺平 意思就是说曾庆红面对习近平的进攻 绝不会自甘失败 从此躺平就不抵抗了 曾庆红要对习近平的进攻 要抵抗到底 绝不躺平 曾宝宝的保业家书最后说 目前公司管理层正积极于政府部门 境内外金融机构合作伙伴 诚恳磋商 力争控制和消弭风险 早日走出流动性困境 恳请大家给予公司时间与信任 花样年是梅花 属久寒冬也能支撑旺盛 花样年是蝴蝶兰 大风大雨离也淡定长兴 花样年是野草 寒冬过后春风吹又深 那么曾宝宝最后用了三个排比句 说花样年是梅花 属久寒冬他们也能支撑 也能旺盛 意思就是说 习近平统治下的寒冬时代 曾庆红也能支撑 还能旺盛 曾宝宝说 花样年是蝴蝶兰 大风大雨离也淡定 意思就是说 曾庆红和习近平是个斗争当中 这场大风大浪里头 曾庆红是很淡定的 他是无所畏惧的 曾宝宝又说 花样年是野草 寒冬过后春风吹又深 寒冬过后的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统治寒冬时代 将会过去 会迎来一个春风吹又深的春天 总而言之 这一次曾庆红的支女曾宝宝 他连日发文 可以说挑衅习近平 表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 他们已经撕破脸了 在中共党内 曾庆红家族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背后还有江泽民派系的支持 因此习近平和曾庆红公然撕破脸 肯定会引发一场血与腥风的权力斗争 虽然说习近平是这场斗争的发动者 但是发动者未必就是胜利者 这场斗争 鹿死水手 目前还是难以判定 那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呢 肯定会有一场大戏可以看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